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暑假进入尾声,由于将近两个月没有上课,校园急待整理,加上连日午后雷震雨,并没闻滋声员未清除,也有登革热的隐忧,陆军飞行训练指挥部连续十年动员官士兵,协助打扫台南归人国小,送给孩童最佳的开学礼物。 归人国小学务处卫生组长王启川表示,今非昔比,以前暑假期间,会有班级翻校日,孩子可协助打扫,现在则已取消,皆正式编制的工由仅一人,无法独立清理环境,只好请军方帮忙,飞训部已连续十年派员支援,令人感动。 飞训部动员官士兵共识人,由少校陈浩恩带队,一早进驻校园,展开打扫,预计八个小时就能完成环境的清理工作。 陈浩恩说,就过去的打扫经验,校园内除了一般随手乱丢的纸屑,餐盒,空罐子,之外,就以树木的断枝,枯叶,还有杂草等居多。 去年共青出的废弃物有四十大袋,五台垃圾紫车也被装满。 王启川指出,这样的垃圾量若有小朋友来处理,空虚十天,官士兵只用八个钟头就能完成,效率惊人,真的很感谢军方的敦心慕林。